妈 您要去见那个陈红年吗 是 你说这人吧 特有意思 你看看 他老给我发短信 可儿呢 你说这人多逗啊 我那么不想去相亲 那么不带劲他吧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咱俩就联系上了 其实多一个聊天的朋友 挺好 可不是嘛 你说现在还求什么呀 就是求开心你说是不是 不管怎么说 都一聊天的朋友 那也挺好的 好了 就换衣服吧 我要去上班了 你今天不在家歇着了 我不是找了一个故宫的活呢 你看我妈 昨天在你妈那儿 我是个直肠子 我就那么说了 还对你们俩吵回家 凯明我都跟你说了 干嘛要凯明跟我说吗 我昨天在院子里啊 都听见你了 这件事情 那是妈不对 妈给你当劫 妈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还给我赔什么不是啊 再说了 我这个人啊 只要一哭 就什么事都没了 根本就不会往心里去的 看你这个孩子 跟我怎么这么像啊 要不咱俩是你儿子 好了 我换衣服去了啊 这事啊怪我 要事先也没知会您一声 知会不知会的 事已经做完了 你也就不用在我这儿着补了 不是这么着 不是啊 你心里要是不痛快 你骂我两句 甭憋着 我知道 这不是你的主意 你在你们家说得也不算呀 还我在我们家说了 我在我们家说了还真是不算 如果你看 都这么些日子了 赵小杰这人你也了解 刀子嘴斗骨心 真遇一件事了 她不敢为难玲珑 行 这件事上我可以妥协 但是啊 我是希望我的妥协 能换来赵秀杰对我闺女的善待 那是肯定的 现在您俩好着呢 她要是真敢对玲珑不好 打我这儿就不干 再说了 我儿子凯明也不同意啊 是 我们于海也这么劝我 只要你儿子能对我闺女好 其他事我都可以不计较 您这人就是大人有大量 这层次比赵小杰高叔 不是一行半点的 行了 以后啊真有什么事 我找你儿子的三帮公司帮我 不然于海帮我收拾赵小杰 我找你儿子的 赵女士 滑了 滑了 来 请坐 请坐 妈呀 挺热的吧 来 尝尝道鲁农 等等 等等 小鲁农业 这么一个 服务员 我跟你讲小杯呀 什么时候才能喝到啊 大杯 让他换大杯 服务员 换大杯 这个品茶呀 就得是小杯子喝 小的喝 才能品出味道来 你看我这人吧 真是 不太爱成一高档的地方 惊罗切 哪儿的话呀 一看呀 你就是个厂上人 我呢 就喜欢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要是埋在心里 不理健康啊 您这人可真幽默啊 我来说说我自己吧 我叫连红妍 今年六十五岁 我就是本地人 这还用说 您的情况我都了解 老伴没了对吧 我呀 上过山下过乡 我以前那口子呢 就是在插队的时候认识她 她跟我苦了一辈子 这林了啊 说老了该想想精服了 可却扔下我一个人走了 我瞒你说吧 有时候我现在想起她来 我还 您巧啊 刚见面就说这些 让人不高兴的事 这有什么呀 我一看您这人 就挺重感情 说真的啊 您要不跟我说这些事的话 立马站起来就好了 那您见笑啊 我呀还有一个儿子 在美国娶了个洋媳妇 不回来呢 我做个小买卖 倒是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个伴儿 您说这吧 我特理解 前一时我儿子结婚了 孩子一结婚的 我这心里头啊 都是空唠唠的 整天就是没抓没闹的 你说 就凭您这性格 我一见面 就肯定您是一个 能吃家的 好妻子 好母亲 那您教育出的孩子 也一定是一个好孩子啊 你说我儿子吧 他真的特别棒 你知道他干什么的吗 律师 就前些时候 农民工 受伤了 打官司 那就我儿子帮你打的 那是您儿子呀 这事我知道啊 前一段时间 那保持电视是天天地说呀 您儿子呀 真了不起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您这么好的女人 那儿子肯定有出息 来来来 喝茶喝茶 喝茶 带酒 这上面写着她的一些 生活习惯还有吃药时间 那个是家钥匙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工作 希望你们能够节省 好 亲爱的 我还有需要先出去 这里有笑话是这儿过来 能不能多陪我一会儿 乖了 我会尽快回来 在这里好好听小护士话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走了 拜托了 嗯 小方啊 你大哥和你大嫂怎么样了 他俩还是老样子呗 不过我现在做了两手准备 我把家里之前的东西都寄了下来 万一他俩要是离婚了的话 咱家还有本证 我哥他绝对不会吃亏的 那这事你哥知道吗 我哥他不知道 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小方啊 你从里到外地护着你哥没错 可是你得把我好尺寸 我叫你坚守阵地 是让你尽可能地把他俩拴在一个窝里 让你保全这个家 你可不能当了拆迁办主任哪 我怕就算没有我 他俩也得分 这洋洋婷实在是太不讲理了 他还老跟我吵吵 小婷浩强又是女老板 难免在该当人家老婆的时候 又当了女老板 你得多体谅 别煽风点火的 你哥不发脾气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点火就着 行了大姐你放心吧 了不起他以后跟我不讲道理的时候 我不理他不就成了吗 你也不能不理啊 那谁也不理谁 那日子过着能舒坦吗 高寒夹在中间更不舒坦 实在不行的话 过几天我忙完了 我亲自去一趟得了 行了行了大姐 你就好好地在老家待着吧 这边有我呢 你放心吧 谢谢 今天晚上我们有点加班了 我们 我们 你指的我们是指你和我 还是你和初征 你觉得呢 你的语气 语调感觉 像是在跟恋人说话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 可我知道 你并不是在跟我说 心境不同 心境不同 一句平淡的话 也能为你解释出不同的意境 你想多了 我来试想问你什么时候会回家 现在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公司都下班没什么人了 我不忙 回去再说吧 我怕影响你的情绪 你已经影响了 到底什么事说吧 我们离婚的事 这件事还是回家再说 行吧 我跟你说过回家说你偏不良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你 你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 晓婷 我现在怎么这么不喜欢 你这种阴阳怪气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想把我们两个人都折磨疯了吗 我告诉你一下 晓婷 我离开你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你 我这是如数奉还 我感觉我们两个现在 就像病人两个大病人 那你就该好好想想 该怎么治病 像病人一般 这就像病人一般 因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吧 乖了 尹先生 该吃药了 我没病 疯子也说自己没有病 我在工作 好 请你出去 我也在工作 请你把药吃了 烦躁 纠结 烦躁 纠结 你什么意思 你在这儿整整画了两个小时 画了又擦 擦了又画 你不难受 这画都难受 你懂画画吗 我的画用不着你直直点点 我不懂 但我从这幅画上 就看到了四个字 烦躁 纠结 真的 他们都说艺术家 是在用心创作 可我从你这幅画里 还真的没有看出来 我轮不着你来教育 我不是在教育你 我是在治疗你 把药吃了吧 那 吃 范总 久见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你们俩还好吧 还好 我们俩在讨论一些问题 你们俩讨论问题 还算愉快 小护士 你可真不简单 尹飞已经很久 没有跟外人说过话了 是吗 那非常谢谢你 把我当成自己人 时间也到了 我该走了 好 明天别迟到 再见 怎么 看来 你对这个小护士的印象 还不错 这两只脚啊 这一天下来 疯了过我了快 还是那个动物 真是的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真有点受不了 妈 穿这样去捡彩啊 你捡什么彩啊 你朋友请我吃饭 是个老头吧 那瞎说 我跟你讲啊 人家呀 那是典当行的老总 典当行什么产业 哎呦天哪 那是传统行业 又是新兴产业 那人那风度既传统 我告诉你又招气孔国 比他强多了 我就纳闷了 比我强的人 怎么就看上你了 爷 你看不上我 别人就看不上我 人对我好呢 那老头多在嘴上 就是你啊 你骂谁呢 爸 好了好了爸 这事啊我就站在我妈这边了 妈 只要您开心 如果说您想往前卖一步 我绝对支持 不是 卖一步没问题 也别掉沟里了 你才掉沟里了 你说你对我多好啊 一天到晚人哄我开心 人家不跟我吵架 天天呀电话呀信息 人家哄着我玩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呀 不光儿子支持我 黎龙还支持我呢 在这院里呀 三比一 你也气 这吃你了了吧 好 嫂子 我刚做完饭 您洗手准备吃饭吧 好 小方你是不是进我房间了 我没有啊 这是什么 戴着香链做饭不嫌沉啊 嫂子我不是故意的 我白天不在家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翻什么翻什么 想动什么动什么 是不是 我没有 我好心收留你在这个家 你竟然敢偷我的东西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你给我滚出去 走就走 谁稀罕待在你这儿 等会儿 把香料放在我 你别 你放开我呀 放开我呀 哥 哥 哥 快 快推我 走 你是高一方家属吗 对 我刚给他做一个C器检查 问题不大 第一没有骨折 第二没有颅内出血 可能轻微有点脑连道 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如果不好 过三天再来复查 好的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了 高涵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走 找不到了 真的找不到了 真的找不到了 找不到就别找了 找着了也散了 他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 他睡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别再说了 杨小婷 你可以对我有成见 可以恨我 甚至可以把我当成敌人 没关系 怎么着都行 我只求你一样 别把这种情绪 发泄到别人身上 我们之间相互折磨够了 也到头了 你想说什么 我想告诉你 我同意离婚 你想怎么离 我都陪你 太多的无奈 有谁能明白 明知永远是空白 谁敢期待 舍不得放开 勾不到未来 看着你伤怀 心痛说不出来 太多的无奈 太多的无奈 有谁能明白 明知分手是伤害 谁能逃开 舍不得放开 舍不得放开 勾不到未来 如果能相爱 我会一直等待 爸 妈 回来了 玲珑 回来了 吃早饭了吗 看你疲劳成这个样子 肯定没吃饭 我给你下面条去 我来鸡蛋 不用麻烦了 妈 我太困了 我想睡会儿 你快点歇着 歇着吧 我出屋了 你看吧 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你说这返款哪 要我全都付了的话 他们也不至于这样辛苦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把衣服都洗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让你每天早上走的时候 都跟我说我爱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说不许早 快点说快点 我爱你 一点都不过心 我爱你 再说一遍 我爱你 这还差不多 上饭发 上饭发 我还不得了 他因为我awia 在晚上跟上一遍 都不得了 我会愿者 皮骨 钮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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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对不起 你把你跟我说的话 等我搁面再说一遍 别在这儿假慈悲了 你别看我 我这典当行小 我的买卖可不小 常规的典当赚的钱 也就是个零花钱 最重要的是放我的跟单 这您不明白 说白了吧 就是把钱借给别人 我们不仅面向个人 还面向中小企业 现在国家不是有政策 要服侍中小企业吗 我们这也是 响应国家的号召啊 这通常一个月 也就赚个七八成的力吧 七八成的力 一个月 那要是两三个月 我天哪 你得翻好几番啊 差不多 还是你们有办法 像我们老百姓啊 哪有这好事啊 真是 再说了 想做也没本钱呢 其实啊 刚开始做那几次 还有点成就感 后来做的次数多了 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无非也就是 数字上的差别吧 我倒挺想有这成就感的 老天 要不得什么得了 我跟你做一单 你 这行有风险 入室可要谨慎哪 你少来吧你 您看您这人 您这么有经验 有你呢 我怕什么 咱找一稳妥点的项目 稳妥的 您让我想想啊 您还别说 最近啊还真有一个项目 那公司和我们合作了很多次了 就是赚得不多 最多也就百分之五十吧 百分之五十还 那咱们就就做这个 定了咱们就做这个 行不 那个我爸 倒都没什么本钱 我有三十万 这是我老本 真的 您真要跟我下一代啊 嗯 没错 行 这么着吧 赚了算您的 赔了呢我就把本钱还给您 要是这一点您不答应的话 那就算了 这多不好意思啊 要不就按你说的怎么办 不过我跟你说 我得上你们公司看看去 那是应该的呀 要不把你儿子叫来 他不是律师吗 帮你参谋参谋 法律上的事我懂 你懂法律 那行 那咱们现在就走 走啊 把您包带上 走 走 我跟你说呀 人家这公司啊 一年光流水得好几千万呢 说了两个月呢 就能赚我本金的百分之五十 还告诉我说 那个如果要是没有赚的话 本金他还给我 你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公司你去过啊 去了 公司可大 手续全全 我都看了 不 我还是觉着这事啊 不太靠谱 你看啊 这人是先跟你玩西洋红 是吧 然后又跟你要钱 别到时候钱到手了 人找不着了 人家没给我要钱啊 是我死了白礼给人家钱 真是 这么好的项目 人家还不带我玩呢 要不咱们这么着 先少给点 几千块试试 你说你这人啊 胆小一辈子 要不你没出息 什么都干不成 真是 你倒不是没出息 还是我 老张 你看 你瞧瞧 这咋热的天啊 来 赶紧把风给吼吼吼 真是够热的这儿 是是是 来来来 你坐着坐着坐着 别忙别忙别忙 我一脑袋汗 我我我给你凭个毛巾去 你就别忙了 别忙 你妈来了 妈 在家呢 妈 你来了 好事 好事啊 那房子 房子下来了 好事啊 于海呀找那个人得利 就是立马地交钱 所以我就过来跟你们商量商量啊 搞定了 立马交钱呢 那最好是等两个月 两个月呢 那可不行 我跟你说啊 这套房子是我们于海呀 找到那个萧总 从萧总的手里扣出来的 马上要交钱才能定下来 那你知道吗 我最近做了一大笔满了呀 我呀得两个月以后 才能拿到那利润 还加上我们凯宁的钱 这样呢 首付能付百分之五十 要付得好的全款 这钱你付啊 这钱他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能出了 不是 这房啊我买了 你买 那名呢写谁啊 我 那那暗金谁付啊 他呀 那我觉得这事不太合适吧 你想啊 这便宜房子是我们家找的对吧 暗金又是我们玲珑在付 闹了一归旗 这房子最后就归您了 这合适吗 我跟你这话说的 怎么叫最后归我了呢 我再说了 让你们付那首付 你们也付不出来不是吗 我是替你们付首付 你们呀 你该知我这情啊 这可不是我们不领情 我倒是觉得您好像在欺负我 那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欺负你了 怎么没欺负我 那什么打扰她呢 我闺女嫁到你们家来之前 对吧 就提出来要签什么协议 弄得我这心里头 就挺不舒服的 现如今她买套房子 你又开始算计她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总算计啊 不是 打扰她 我算计什么呢我算计 你说谁呢我算计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少出来 走走走走走走 玲珑 你婆婆根本没有把你 当自己家人 你干嘛回家 玲珑 你还不送你妈走 玲珑 你听见了吧你 她这是当着你的面 打你妈的脸 别贬任 没有 妈子 小您啊 你跟我回家 你听见 听见 听见 我回家 行了行了 你 你不回是不是 行 你就当我从来没生过你 你别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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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现在 现在 快走吧 你看你闺女都不跟你走 你还要脸吗你 阿晨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不把这家脚黄了 你不算是不是 你 我什么呀我 你给我滚 你说的 我说的 走就走 厂地定了吗 还没有呢 为什么还不定 那边说要先给了钱 才能得批厂地 那给呀 还有几天了 可是 咱们公司财务现在没有钱 没有钱 钱哪儿去了 就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全公司上下谁都可以不知道 你不能不知道啊 高总 这个事情您 还是去问问杨总吧 为什么 干吗问他 杨总现在在汇总资金 他具体拿这笔钱去做什么 他也没有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阿婷 你把最后的钱都弄哪儿去了 公司需要跟一润合作 需要大量的钱 什么样的合作 需要这么多钱 简单地说 我要让瑞和上市 上市需要融资 融资需要投入 瑞和上市 说实话吧 小婷 你是想把瑞和卖给盈润 对吧 你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 哪个长得像上市公司员工的脑袋呀 你怎么办 瑞和是不适合上市 你比谁都清楚 瑞和要是上市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然除了你 如果我不来找你 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这公司是我的 这公司是你的 那我是干吗呢 小婷 这种事不能开玩笑 这种行为很危险 我告诉你 没有我点头同意 你无权这么做 我凭什么要你点头同意 我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主 我当时嫁给你的时候 你一无所有 你现在同意跟我离婚了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 是我们一起一无所有 瑞和是我们共同创立的 她至少应该有我的一半 所以我不会同意你 这么做小婷 你平时总说 你鄙视我跟你算账 我不是在跟你算账 我是在阻止你危险的行为 你现在就是在跟我算账 所以你不用跟我说什么 感情重要 钱不重要 你知道吗 我跟你之间现在能谈的 只剩下钱了 是吗 好 如果这么说我们生活的 你的情感都可以坏算成钱吗 我们十年在一起 生活的每一点每一地 都能坏算成钱吗 如果这十年坏算成钱的话 我 我应该赔你多少 赔我十年的青春 你赔得起我 所以你就应该也有我所有 这给你查找了 账户是出征的 糟了 我被我当事人玩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杨晓婷设的局 妈 我的亲妈 您不能老这么生气 是不是 问题总得解决 我告诉你小雨海 你不给我买车票去啊 我一会儿出去打敌就走 妈 你这不是添乱吗 真是 我添乱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了 等 等会儿妈 咱们凭什么要躲啊 对吧 不就因为老张家买房 那点事吗 那你说房本上 到底写谁的名 这真的是小事吗 对 这还小事 房本上落了名字还小事 凭什么 我们买房子 房本写赵秀杰的名字 贷款你解还 这还小事啊这是 妈 这这这 这不是还在商量吗 这个 你给我闭嘴你 你平时在家 不是挺能的吗 不是挺有主意的吗 你怎么一到人家老张家 马上就怂了呀 马上面火 我告诉你 我就没养过你 这么怂的丫头 妈 我跟你说妈 其实这个 还有你 你也不给我省些 整天在外头也 不知道你在混些什么东西 乱折腾 你们两个人啊 都不是我亲生的 没一个给我省气的 妈 我 我们怎么怎么 就不是你亲生的呢 妈 这事咱可得捋清楚 老张家惹您生气 合着我跟我姐姐 不是您亲生 这说不过去啊 对 您看这样 妈妈 您老呢消消气 老张家那边我去 我去摆平他们 关键的是我得 把妈妈的面子给 蒸回来 对啊 对 妈 你看这样行不行 要是余海呢 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你就不走了 要是没搞定 我立马给你订票 不用你买 我去买票 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你还不快去啊 那行 您消消气 跟我几行回家 我这就去 老张家是吧 赶紧去 赶紧去啊 赶紧去啊 我不信了 我就 等我们回家啊 没见过这样的人 别气了 回来了 你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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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家里脚子 天翻地覆的 天翻地覆的 你不回来挺好的 挺消停的 谁说的 我告诉你吧 张建光 等我那投资分红 一拿回来 把房子这么一买 大家全踏实 你别臭美了 就怕到时候 你是又被骗财又被骗色 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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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又怎么了 你就是又被骗财又被骗色 我告诉你 这老东西我就欠你欠他 你还别来背他 我跟你说啊 你这财也没了 色也归人家了 到时候你给我 你不说你拍色 叔叔 少爷来了 怎么了这是 少爷海你干吗来了 肯定是你妈跟你告状 你爸分类了对不对 不是 哪能啊 我妈那边正盘算是回老家呢 你说什么 回老家 回老家 那不行 这事我得拦她 你拦着就别回来 你去去去去 去 去去 您冷静一下 您听我说 我妈那边我保证 我来着哪儿 不让她回老家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小儿海 你把你妈拦回来 你什么意思 你一跑到我这儿来闹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没儿子 我这就把凯门叫回来 别别 阿姨 您看咱们什么关键 一家人 是吧 实在今年是这样的 我姐夫那边啊 也忙 咱别打扰她 有什么事 做大事 解决不了的我来 人家于海 不管怎么说人是客人 知道吗 又真是有面啊 我还真不是客人 我是谁 我张开平的小舅子 这样 什么事儿 咱们都消消气冷静一下 这些问题呢交给我 我全给您摆平了 放心 摆平 你能摆平吗 那可不 阿姨这样啊 您就踏踏实回屋歇着去 您看着 我怎么教育教育我姐叔叔 真的 我跟你讲吧 你趁着把这臭屎都给我搬走 别让人让你堵进 阿姨 您放心 我搬不走我吃了的 真在一卷上 所以你刚才说你教育的孩子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能这么说话吗 哪能 咱们弄乱眼儿出去聊去没 不是你这孩子 我跟你说你不能站在她 哪边说我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我只是想知道 你都知道些什么 其实当初是杨晓婷拿出征来刺激肖于海 去验证出征跟你的关系 他这么一验证不要紧 反倒让我们发现 他们俩是一伙的 你的话我也需要验证 你不信 其实你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 要不然怎么回来找我 我可以告诉你这几件事 你自己去验证吧 架子会去那上面 高总 我很期待 我们能第三次见面